生活中很多人吃东西都是非常讲究营养的,猪蹄也是生活中常见食物,猪蹄中的营养价值非常高,可谓是大补的食物,因此很多生病的人都会喝猪蹄熬的汤来补生体。 猪蹄中营养成分比较多,但是吃猪蹄真的能够补充胶原蛋白吗?这些你应该知道,首先其实猪蹄中的胶原蛋白含量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多,只存在于猪蹄的表皮层,表皮之下是大量的脂肪,那么一点点的胶原蛋白能不能吸收利用还不知道,但是大量的脂肪会让你先胖起来确实真的。 只不过,脂肪对皮肤也有好处,能滋润弱化皮肤,所以,常吃猪蹄感觉皮肤变滑了倒不是错觉,不过那不是胶原蛋白的作用,而是胜入的脂肪在你的皮肤上表现出来了。 2. 含有胶原蛋白多的食物有哪些? 1. 动物的小腿,除了动物的骨骼之外,覆盖在骨骼上的筋线,筋膜和真皮等,都是富含有胶原蛋白的,因此,常见的有猪小腿,羊小腿和牛小腿等等。 2. 动物筋线和筋膜,是胶原结底组织,富含胶原蛋白,常见的这一类食物是牛奶,牛筋,鹿筋,猪蹄等。 3. 动物软骨和骨骼,特别是软骨,也富含胶原蛋白,这一类食物来源广泛,如猪的头骨,腿骨,脊柱骨,鸭骨架,鱼头,鱼骨,牛骨,羊骨,等等。 这一类食物一般是顿胖科。 4. 动物的真皮富含胶原蛋白,其来源广泛,不同成本地链,猪皮,牛羊等畜类皮,鸡皮牙皮等鞋类皮,鱼皮等含有质胶原蛋白,大家可以做成普通菜肴,也可以做汤,或是做皮冻。 5. 猪皮一般有特殊味,鸡皮等,琴类真皮,脂肪含量稍高,鱼皮可能有鱼腥味,鱼皮的价格一般也不太便宜。 6. 牛皮等要食用处理流程麻烦,大家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吧。 5. 琴类的翅膀和爪子等,主要是由骨骼、筋线、真皮等组成,肌肉和脂肪等都很少,含量最大的就是胶原蛋白,因而像鸡翅、鸡爪、鸭翅膀、额掌等,都是不错的胶原蛋白补充食物源。 6. 女人吃胶原蛋白的五大好处 7. 紧肤,当胶原蛋白被皮肤吸收后,填充在皮肤真皮之前,增加皮肤紧密度,产生皮肤张力,缩小毛孔,使皮肤紧绷而富有弹性。 7. 二防皱,真皮中丰满的胶原蛋白层,将皮肤细胞撑起,结合保湿和抑制皱纹的作用,共同达到了舒展出纹,氮化细纹的功效。 3. 修复,活性胶原蛋白能直接渗入肌肤底层,且与周围组织的清和信号,可协助细胞制造成胶原蛋白,促使皮肤细胞正常成长。 同时,活性胶原蛋白本身,还具有消炎和更新肌肤的作用。 4. 保湿,胶原蛋白含清水性的天然保湿因子,而且三螺旋结构能强劲锁住水分,让皮肤时刻保持湿润, 水嫩的状态。 5. 滋养,活性胶原蛋白对皮肤的渗透性强,可透过脚质层与皮肤上皮细胞结合。 参与和改善皮肤细胞的代谢,使皮肤中的胶原蛋白活性加强。 它能保持脚质层水分及纤维结构的完整性,改善皮肤细胞生存环境,和促进皮肤组织的新陈代谢,增强血液循环,达到滋润皮肤的目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